真不好意思各位網友 今天的錄影質素仍然是這麼差的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在我的鏡頭的問題 是因為現在已經是晚上了 光線較為差 不過我希望盡快會改善的情況 就是將我的錄影盡量安排在早上 但是也不無好處的 最少不會像姓許的區議員 大人素黃拍了一些非常清晰的相片 事後似乎他都不覺得自己 這次的做法有任何問題 因為他這麼說 人在做天在看 做什麼事都要對得住自己良心 或者做政客就要預料有一天被對手打壓 首先打壓你的不是你的對手 而是一些社會人士 他們是關注性工作者的權益 第二我不質疑你的良心問題 不過我希望你對事件的看法 作為一個區議員 你首先了解一個法例 法例上對於素黃這件事 要針對的不是性工作者 而是那群操控 就是性工作者背後操控的人士 所謂第三者 如果你真的要拍的話 你應該拍這群第三者 這些才是一群所謂的罪犯 如果你了解了這個情況之下 我希望你正式向這些性工作者道歉 因為你是嚴重侵犯了性工作者的尊嚴 以及他的私隱 而是一群所謂的 我再說回素黃這件事 其實如果是一個越開明的社會 其實素黃這件事已經會沒有了 因為素黃之所以會存在 是因為大家仍然覺得 政府需要適應一個角色 就是道德監管者的角色 但是究竟 這個社會裡面 如果是越多 透過一些法例 去監控別人的道德操守的時候 這個社會越是一個益壓的社會 所以我覺得香港 其實是陷入一個這樣的狀態 很奇怪就是 我們對別人的私德 是很關注的 但是反而對公德 對公權 就好像不是不神了了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這個議題 可以再深入想一想 究竟你想要一個怎樣的政府 你以為政府經常希望 令到我們的行為更加乾淨 令到社會更加道德 還是希望大家也會尊重自己的抉擇呢? 當然我明白 我絕對明白 素黃當中背後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希望盡量令到那些所謂黑社會 不能夠以此作為一個賺錢手段 如果以這個目的 作為一個主要的決定的話 其實外國已經有很多社會 就叫做設立紅燈區 就是說 立有一個正式的監管 立了正式監管之後 就不會再有一些 性供國者 是需要受到黑社會的操控了 因為這個變成一個產業 我希望 當然 這個討論 如果要講下去的時候 其實都需要一些時間的 不過我希望首先就這件事情 就是許區議員 你要明白你今次所做的事情 實在是非常之錯的 再一次呼籲你 嚴肅考慮 正式向這幫善工作者道歉